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599集 坏就坏在这个一无所知 林宛容懊恼地摇摇头 既不知道胡人的意图又没有贺兰山的消息 更不知道徐志晴那边到底有没有动作 而自己只要稍意不慎 这五千大华精锐就会被十万胡人撕成碎片 如此关键的时刻 竟然无有效情报来判断敌情 怎么不叫他上火呢 这就是孤军深入的坏处了 将军 将军 正交集间 许振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面有惊瑟 前方七十里开外 发现突厥骑兵 林宛容脸色一变 什么 突厥骑兵 有多少人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许振摇摇摇头 愿有百余人 身份目前还无法确认 不过看他们战马情况 行进不超过一天 应该是从胡人王庭赶来的 离着乌苏布努尔最近的草原城堡 就只有胡人王庭 克兹尔了 不用问也知道 这些胡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区区百人的马队 声势极小 克兹尔外围的赤猴没有回报也是正常 百人骑兵 只往乌湖奔来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要干什么呢 林万荣来回夺着步子 头脑飞速的旋转 高求听完许振的报告 不屑的撇撇嘴道 不就是一百来号胡崽子吗 手脚利索点 直接崽子不就得了 不可 胡不归急忙摇头 现在尚不清楚 这百名胡人的来意 若是突厥的探子 我们一动手 岂不正对后面的胡人 暴露了我们的行动吗 论起排兵布阵 老高的确不是那块料 他兴兴的吐吐舌头 不敢说话了 林万荣眼神一闪 急声道 不管来的是谁 咱们都不为怕的 胡德哥 你带领弟兄们 后退二十里 徐寨 你带上百名兄弟 和我留下来 咱们摸摸这些胡人的底子 不可 话音一落 胡不归便大声的反对 身为义军之帅 咱可轻易冒险 请将军带队隐蔽 由末将带人查探 胡不归思索缜密 惊艳老道 一语济出 众人皆点头成事 林万荣笑道 胡德哥过滤了 一百人对百人 我军还处在暗处 大不了 就将这些突厥人干了 哪里用得着冒险呀 这几天可把我烦透了 不亲自摸摸胡人的底啊 我实在是心有不甘 再说了 面对着乌苏不暖胡 有谁比我水性更好啊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区区百名突厥人 能把我怎么样啊 他信心堵堵 众人还带债券 却被他一概推下了 乌不归无奈 只得仔细叮嘱了许振几句 才带队退后 与许振带领着百余号人 潜伏在草丛中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天色彻底的暗了下来 振振寒意涌上心头 那一百号胡人却还未到来 等得有些不耐烦 刚刚将身子略微挪动了几下 耳中便传来轻微的滴答滴答的马蹄轻响 这声音再熟悉不过 正是突厥大马特有的提音 来了 许振的一声提醒 众人便急忙扶在草丛中 顶住了呼吸 暮色中隐隐约约的烟雾升起 数百个奔腾的黑点迅捷如风 直直向乌湖奔了过来 看那骑马的姿势和骑速 都是些精熟的突厥好手无疑 夜色幽暗 这百余突厥人既不打旗号 也不点火炬 飞奔如箭 急速往湖边奔来 说不出的诡异 眼见着突厥人的步伐越来越近 林婉容将脑袋 往深深的草丛里缩了缩 急风划过 树匹突厥快马如狂风般卷过 掀起的青草落叶打在脸上 那是生生的疼 够砸嘴 林婉容吐出溅入口中的草根 呸呸地暗骂了声 乌不苏诺尔湖紧邻着突厥王庭 这飞奔而来的百余名突厥人甚为拖大 连周围的草丛看都没看一眼 似乎对自己的地盘极为放心 看 他们停下了 许震的一声轻呼 惊醒了林婉容 他急忙放眼望去 只见方才还在放马狂奔的百余名突厥人 到了乌湖边 渐渐地降低了马速 先前打头的几人早已跨马而下 正牵马往前走去 难道他们要在这里素养啊 这个念头在林婉容心里一闪而过 老胡带着几千弟兄 据此仅有二十里的路程 搞不好就要碰头 他心里有些焦急起来 对付这一百来好人 本身倒不是什么难事 就怕他们背后还有人 那样就要打草惊蛇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 生生把心中的焦虑按捺住了 数百号湖人全部下马 帐篷已经卸了下来 他们正在围着乌湖打转 看样子似乎在悬址搭建帐篷 今夜是摆明要素在这里了 再往前走就是科不多了 他们今夜素在这里 难道是要在明早赶往科不多吗 可是这短短的百余里的路程 在家一边就到了 有必要在这里扎营吗 林婉容想了半天 也没搞明白 那边的突厥人徘徊了半天 终于选好了位置 便开始埋帐篷生篝火了 这些突厥人倒也好眼光 选的那地方三面环草 另一面紧邻着清澈的湖水 微风浮暗 地波荡漾 景色颇为不赖 无人放出的港哨 距离帐篷甚近 看得出 他们对周围的环境 还是比较放心的 大概是因为在两百里开外 便是天险阿尔泰山的缘故吧 林婉容四处观察了一番 对着远处的草丛打了个手势 许震点头会议 略以挥手 他身边的战士便分为数十个小组 打散了队形 悄无声息 向着草丛钻去 这些都是胡不归挑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 各个都能以一当十 动作麻利迅捷 眨眼就已经到了潜伏的位置 等林婉容钻进去时 耳边已经听到了突厥人的大笑 偷偷抬起头来 只见此处距离胡人帐篷 仅仅三十丈开外 那湖边已经升起了一簇大大的篝火 篝火上吊着一只鲜美的烤全羊 阵阵肉香味飘入鼻孔 金色的羊油啪啪滴在火上 激起闪烁的火环 篝火边盘坐着几个突厥人 正在大声地说笑 距离太远 不仅听不清他们说话 就连这几个人的面孔也看得极为模糊 隐隐直觉 正对着自己的那突厥人 年纪不大 衣着也与众不同 胡袍异常的华丽 似是个领头人的模样 妈的 这些家伙难道是来举行篝火晚会的 看又看不清 听也听不到 林婉容心中无比的恼火 忍不住的暗自骂了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将军 不如下狐狸去 许震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 对呀 林婉容眼前一亮 这几个胡人在岸边聊天 以我路上大老虎 江中小白龙的本事 要想对付他们 岂不是易如反掌啊 暂许地看了许震一眼 正要动作 忽有一个赤猴钻了过来 将军 有人来了 什么 惊声未落 耳中便传来阵阵的提声 比起方才的百余人 已经稀了了许多 隐隐约约有十余人的模样 先有百人 后有十人 难道他们是来此会面的 林婉容心中打了个嘀咕 忙又将身形演了下来 隐隐的提声 显然也惊动了对面的突厥人 一个胡人 在那领头的年轻人耳边 说了几句 领头的突厥人 微一点头 缓缓站了起来 只向大营门口走了过去 火炬渐渐亮起 林婉容也看清了 这年轻胡人的面孔 他年约二十多岁 生得浓眉大眼 高鼻阔口 身高足比林婉容 还要高上半个头 四肢精壮 似有一股随时可以爆发的力量 整个人恐无有力 气宇宣昂 与林婉容见过的 拉布多等胡人大倍不同 这是一个典型的 富有力量的突厥美男子 这丝倒是有些面貌 没准能吸引不少突厥小姑娘 林婉容暗地里黑了身 这突厥美男 身上穿着一色淡黄的胡袍 虽是形状与一般胡人无二 但那袍子的质地 却是不可同日而语 落在林婉容这内衣专家的眼中 他也暗自吃惊 这分明是上好的大华丝绸 在大华也只有富贵人家 才能穿得起 这丝到底是谁呢 那突厥美男行着离大营门口 有树杖 便远远地站住了 再不往前挪动一步 他一手扶住腰间的弯刀 眼如鹰笋 冷冷往前方打量着 那豪迈冷峻的气势 非是一般胡人可比 再往这人身边看去 他手下的突厥人 个个体格雄伟 恐无有力 握住弯刀的手掌 清筋抱起 一看就知 都是身经百战之辈 林宛容一惊 顿时收起了清漫之心 要真拿我这一百人 和这人的手下相比 谁赢谁输 还真不好说 这一迟一间 远远的数十匹骏马 已急奔而来 清脆的提升 划破了草原的宁静 那突厥骏男 只微微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便站在那里 没有半丝出迎相迎的意思 数十匹骏马 越来越近 林宛容模模糊糊 扫了一眼 只见这些人 都是身穿胡袍 具体面容也看不清晰 后来的胡人 离着营帐大门 还有树帐的距离 便骑骑鹤猪大马 哗啦一声跳了下来 当前一人急走几步 钻进大门 冲着那华服的突厥美男 深深一躬 大声说了句什么 话音随风传来 隐隐约约的听不清晰 只是那声音 却似乎有着几分的熟悉 林宛容好笑的摇了头 妈的 难道我在突厥也有熟人 借着火把中的微弱灯光 他略略扫了一眼 瞬间便瞠目结舌 张开的嘴巴 就像塞进了一个大大的鸡蛋 再也合不拢了 是赵康宁 许震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幸亏林宛容及时地捂住了他的嘴巴 那身着胡服 率先迈入胡营的 竟是昔日逃走的成王世子赵康宁 也难怪林宛容没认出他来 赵康宁身着一袭胡服 唇边留了几缕胡须 脸色晒黑了许多 与昔日那个雨扇观金 英俊潇洒的成王世子 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若不看他的眼睛 冷不丁瞧上去 他便是一个突厥人无疑 昔日的成王世子 不断地向那人抱拳鞠躬 神态无比地恭敬虔诚 那突厥俊男 也不知是个什么身份 面对赵康宁的功身大理 只不过是略微地点了点头 神色居傲 眼中的轻蔑之色是一览无遗 没想到这小王爷 竟然真的投奔了突厥人 这个世界还真是太小了 林婉容眼眸中立光极闪 忍不住地阴阴冷笑 这种卑躬屈膝的奴才 也配做我大华人 许振气得牙齿咯咯作响 恨不得一刀上去劈了他 和赵康宁斗气并无必要 他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 林婉容真正关心的是那突厥美男的身份 眼望赵康宁跟在那人身后 向营中走去 林婉容拍了拍许振的肩膀 小雪 跟我下国去 今日之行还真是来对了 不仅看见了这背叛祖宗的赵康宁 没准还会有些别的收获 寻了几名水性精湛的将士 诸人选了离那营帐远远的一处岸边 悄悄潜下水区 无声无息地向那帐篷靠近 自赵康宁来了之后 突厥人的港哨抖得严密了起来 另外三面早已有十余人不断地巡逻查探 唯独靠湖的这一面异常地静谜 这也是突厥人的习惯使然 他们在马背上长大 几乎个个都是汗鸭子 再者 这是在王婷的眼皮子底下 又有谁敢不开眼来招惹他们呢 林婉容潜下水区 一口气儿行出老远 刚钻出水面 便听赵康宁恶狠狠地狼嚎 一定要杀了林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